大家好,欢迎来到悦耳频道,听一首老歌讲一段故事,品百味人生。 你知道吗? 朴树的父亲竟然是国际宇航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朴祖英。 这一惊人真相曾让无数网友瞠目结舌。 他的背景与我们想象中的平凡背道而驰。 而今天我们就要探讨这位歌手如何将平凡这一主题深刻融入他的音乐之中。 今天我们将一起走进朴树的平凡之路。 这首歌不仅是一段音乐之旅,更是对人生哲学的深刻剖析。 朴树与韩寒共同创作的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成为韩寒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 韩寒为了这首歌,曾亲自上门拜访朴树,足见这首歌的珍贵与意义。 《平凡之路》讲述了一个朴素却深刻的哲理。 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平凡才是你唯一的答案。 朴树以简单的词早描绘了一个个普通人的简单一生。 歌词中的那一句,我拥有过这一切,而如今却飘散如烟, 更让人感受到人生的无常与平淡的真谛。 很多人都曾有过自命不凡的时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哪怕现实在残酷,也要大喊燕雀安之洪湖之至。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逐渐认识到平凡的生活才是常态, 这也是大多数普通人都要经历的人生。 然而,承认平凡并不等于放弃追求。 不少人说,承认自己平凡便是不平凡, 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绝大多数人注定要过着普通人的一生, 面对柴米油盐,爱恨情仇。 但正如平凡之路中所表达的, 只要我们坚持本心,相信自己, 也能在平凡的生活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不凡。 每一个看似平凡的瞬间, 都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现在,我想听听大家的声音, 你在生活中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转变? 你如何看待平凡与不凡的关系?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道路上寻找那份不凡的意义。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 欢迎点赞并关注我, 我会为你分享更多老哥背后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